因為其實我都沒有真正的 怎麼樣做東西給我寶寶吃 因為都是保母做 他只要做他的一小份就好了 那保母做完之後呢 他就會說 媽媽你要不要試試看那個味道 我會說 好好吃喔 然後我說我來餵我來餵 然後我就自己也準備了一個勺子在旁邊 他一口 然後我自己再吃一口 我就跟我寶寶一直搶食 有時候連他爸爸都會過來搶 他爸爸會過來說 還有剩的嗎 林歇如和霍建華一直都是娱乐圈里 有人升級成為愛人中的典型 從默默陪伴的好友 到同床共整的愛人 兩個人這一路走來也實屬不易 一開始的結合就承受了很多的罵聲 霍建華粉絲大規模的脫粉 林歇如更是被形容成為了一個 光於心機的恨嫁女 似乎霍建華的求取 只是因為林歇如有了他的孩子 婚後的霍建華肉眼可見的 被歸根到不喜歡的藝人脸 不再有新的消息 如果有新消息 多的是他和林歇如如何不和睦 接受訪談的時候 他也清楚自己的處境 苦笑著說自己結婚以後 人氣下跌了很多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覺得我很坦白接受的 包括你結婚什麼的 你粉絲跑光了呀 本來那個我們那個官方的那個 本來是不知道多少人 後來就撿了好幾萬就沒有了 就取官你了 對這個對 對這個是多實際的東西 真是事實也是不可挽回的 結婚四年 關於兩個人的婚變傳聞 從沒有聽過 從夫妻倆被派到在大街上發生爭執 到兩個人合體在長輩的寿宴上 宰個宰我 再到一起和友人聚餐 出現在別人的相機裡 這段婚姻在很多網友的眼裡 似乎都是不穩定的存在 對於外界的流言蜚语 林欣如和霍姓華很少正面回應 就連求恩愛的次數也是少到可憐 對夫妻倆有好感的網友呢 都知道這是低調 而厭惡夫妻倆的網友呢 則認為兩個人婚姻生變 每一次的採訪當中 林欣如似乎也很少主動提起家庭 都是被記者問起 雖然不想把私生活放在民面上 但每次說的老公和女兒 她眼裡都是藏不住的甜蜜和幸福 可是我覺得易涵你要珍惜你 現在你還捨得離開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現在已經超捨不得了耶 等她到了我女兒可能一歲多兩歲 她跟你有互動的時候 你真的捨不得離開她了 她會說媽媽你要去上班了這樣嗎 她就說叫我不要上班啊 我說媽媽要上班 媽媽不要去上班 她說誰去 爸爸 有一次林欣如便透露了 因自己對霍姓華的稱呼 與女兒之間所引發的趣事 林欣如在家裡稱霍姓華為老公 小海豚聽到以後感到很好奇 問爸爸霍姓華 這個稱呼到底是什麼意思呀 霍姓華呢很耐心的跟女兒解釋到 這是媽媽在表達對我的愛 只有在面對自己的愛人時 才可以這樣稱呼對方 小海豚聽到以後啊 懵懵懂懂一知半解 但接下來對著霍姓華喊了一聲老公 霍姓華聽後苦笑不得 這裡小海豚一轉頭 剛好看到林欣如就站在後面 笑得她 直接飆出了一句台灣話 我以後也要和你一樣喊老公 林欣如聽到以後呢 一臉的茫然 聽了霍姓華的解釋才知道 女兒在用自己的理解 表達對爸爸的愛 這一幕實在是太搞笑了 此外林欣如還提到了 四歲小海豚 現在這個階段很叛逆 每次跟玩具一起玩的時候 都會對她說媽媽走開 這樣林欣如又生氣又傷心 都知道林欣如和霍姓華 是群里有名的女兒奴 霍姓華帶女兒出門 各是全程抱在懷裡 在節目採訪中 提到了第一次抱女兒 說自己當時崩潰大哭 抱她的時候 我的整個是崩潰的 痛哭流涕 是感動的痛哭流涕還是 是 我從來這一輩子 從來沒有覺得 有一樣東西是屬於我的 包括我的 我的积蓄 包括我的名 甚至有時候包括我的身體 我從來沒有覺得有一樣東西屬於我的 當你抱的那顆女兒 真是屬於你的 哭到不行 整個崩潰 可見對女兒的寵愛程度不一般了 本來以為霍姓華的寵女程度已經是上限了 看到林欣如才知道什麼是小巫間大巫的寵女模式 林欣如曾經在一次採訪中說過 她從女兒二歲的時候 就開始每年買一次珠寶 等到小海豚18歲成人禮的時候 就全部送給女兒做生日禮物 她曾經在一場珠寶展上 為小海豚拍下了一對價值3億元的項鍊 再加上價值1億元的12克拉鑽件 小海豚已經有了至少4億的身家 因為就像我身上這一套就是大概是3億多 這一個12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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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克拉的戒指就已經是1億多 以後可以傳給女兒 女兒每一年生日的時候幫她買一個作品 買一件珠寶然後她留著 但她不能用的時候我可以先用 光安想想年紀身價就上億 真是羨慕都羨慕不來的 最後還是希望一家三口幸福美滿也期待 霍建華能夠早日投入到表演事業上 繼續給粉絲們帶來精彩的作品呀